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乳丹瓶酒 我是乳丹 相信大家在瓶瓶威士忌的時候 一定都有聽過 泥梅威士忌這個特殊而且複雜的風格 許多人在形容泥梅這個風味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元的形容詞 像是 柴燒 煙燻 瀝青 消毒水 點酒 皮革 甚至是正路丸的味道 講到這裡一定有許多人覺得 乳丹你講這什麼鬼東西啊 這東西能喝嗎 誒 我告訴你這東西不但能喝 更有一票老饕們對它是為之瘋狂 甚至有一群人是無泥梅不華難 而且乳丹之前也有聽說過一種說法 就是平穎威士忌的老饕們 到最後一定都無法逃脫泥梅的魅力 那說到泥梅的話 其實依照泥梅的產地可以大致分為 蘇格蘭本島泥梅 以及艾雷島泥梅兩種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支酒款 布摩18年單一麥芽威士忌 正是艾雷島上的布摩酒廠所生產的 布摩蒸餾廠建立於1779年 是一家歷史非常悠久的老蒸餾廠 也是目前少數堅持以老方法治久的蒸餾廠 在現今大多數的蒸餾廠 都是直接跟發賣廠購買麥芽來製作威士忌 而布摩蒸餾廠至今依然堅持以地板發賣 手工販賣 並且包括後續的烘賣以及迅賣都在自駕完成 而這支布摩18年更是使用了18年以上的 OROROSO雪莉桶以及PX雪莉桶 兩種特殊風格的雪莉桶進行勾兌調合而成的 所以也有一些老饕們稱它為布摩18年的雙雪莉桶 乳蛋瓶瓶威士忌到現在 其實對於霓梅威士忌的接觸也不算是非常的多 那對於一些重霓梅的威士忌 乳蛋雖然說不排斥 但是也並不像那些重霓梅空一樣到狂熱的程度 那對於目前的我來說 我覺得威士忌當中其實有一些霓梅味 可以增加威士忌的層次以及豐富度 可是如果霓梅味過重的話 其實會破壞掉我心中對於威士忌應該要有平衡感 那當然啦 這也有可能是因為乳蛋我目前還沒有喝到好喝的重霓梅威士忌 那關於今天我們要評你的這支波膜 它的New Mac根據網路的顯示 霓梅紙大約是落在20-25ppm 對於霓梅威士忌來說 其實20-25ppm算是蠻重的霓梅紙 不過霓梅的風味其實會在統城的時候 逐漸被橡木桶所代謝掉 所以一般常見的重霓梅威士忌 它的年份通常也不會太高 所以啦今天就讓乳蛋帶領大家來評寅這支 就是波膜18年單一賣牙威士忌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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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湿酒湿的真嚴重啊 哇水位怎麼那麼低 沒有啦其實是乳蛋前一陣子有偷喝過了 乳蛋買到這瓶比較便宜 不過缺點是它的風筆是掉的 那不管啦這樣就省了一個開風筆的動作 直接喝喝看啊 好啦,乳丹刚刚已经便宜玩这支 薄膜18年丹一麦威士忌 那刚刚乳丹有讲过 这支酒其实乳丹稍早的时候 已经有偷喝过了 那关于这个风签的话呢 买的时候它就已经坏掉了 所以呢,其实买这支酒 买的时候可以比市价再稍微便宜一些些 那当然买这种酒的时候 其实要稍微注意一点 因为如果是比较不熟的 或者是在网路上跟不熟的朋友买的话 那有可能会买到假酒的 可能性是有的啦 所以基本上这个一定要找 信任的朋友 或者是非常信任的一些厂商们 酒专们去买 那才会比较安全一些 那这个的话乳丹是跟比较认识的朋友买的 好,那回归正题 刚刚乳丹提饮完这支薄膜18年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乳丹的一些心得 那这支薄膜18年呢 其实在五文的时候 它的泥梅的味道 其实没有那么的冲击 它有泥梅的味道 可是我觉得它泥梅味道是一种辅助的感觉 一种support的感觉 它不是主軸 它闻起来的香气一开始呢 是那种火烧皮革的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把皮带啊 或者是皮包啊 已经坏掉的时候 为了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 拿大火机去烧它 那如果它是假皮是塑胶的话 那会有塑胶的味道 那如果是真的皮革的话 你烧它 它会有一种烧皮件的特殊味道 那我觉得一开始的话是那种味道 那接着呢 可以闻到非常明显的那种葡萄干的香气 来搭配一些淡淡的正路碗的味道 那其实 八花卤蛋的老婆 她是非常不喜欢这个正路碗的味道 可是呢 我觉得这支它的味道非常的淡 就是它正路碗的味道非常的淡 不会让人引起任何的不舒服 只是说 它有这个影子在 那正路碗的味道 要稍微稍散一点点呢 在比较中下层的地方 可以闻到巧克力的香气 然后带有一点点非常些微的那种麦子的味道 我觉得呢 感觉起来很像是小时候常吃的一种巧克力脆片 那说到酒体的部分呢 酒体的部分一入口的话呢 它的口感非常的油润 它香气非常的饱满 它酒精浓度虽然只有43% 可是喝起来呢 其实那个厚实感是有的 不像是一般我们常喝那种 加水稀释过的蒲苓 它会感觉有点水水的 这支的话完全不会 它油润感跟香气的饱和度 我觉得是非常足够的 那在味道的表现上面呢 一入口它有一种酸酸甜甜的口感 那酸酸甜甜的口感出现之后 没多久 葡萄的香气出来了 感觉就很像在吃那种新鲜葡萄的感觉 那过一下子呢 大概只有一两秒的时间吧 那烟熏味就已经串了整个口腔 整个鼻腔都是了 那烟熏味会越来越重 重到一定的程度呢 诶 正路碗的味道就开始出现了 那过了一下子呢 正路碗的味道呢 渐渐会消散消退掉 取而代之的呢 变成了那种葡萄干的味道 蛮特别的感觉 就是有点像是烟熏的葡萄干 那接着呢 在最后段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些黑巧克力的感觉 那把酒吞下去之后呢 诶 口腔当中残留的尾韵呢 就是那种巧克力的感觉啦 那其实它是比较稍微偏高浓度的 巧克力的那种感觉 接着呢 出现了一些柴烧 就是那种超灰搭的味道 然后呢 黑鼻子的感觉 然后大概过了30秒 一分钟之后呢 喉咙的地方 就是一些尾韵的后段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些 黑巧克力的那种 苦苦甜甜 有点回甘的那种感觉 加上鼻子非常明显的是烧稻草的味道 那到了最后面呢 鲁蛋觉得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一个吐息 从鼻子吐气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味道 就是那种我们在菜市场 有时候会买到那个干蔗鸡有沒有 烤鸡 用传统的烤鸡 然后他会用干蔗下去做烟熏 这种干蔗鸡的味道 从鼻子吐气的时候 非常的明显 那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支薄膜18年单一麦尔卫士忌 它虽然有泥梅的味道 那薄膜本身可能也是一间 艾雷岛的酒厂 泥梅味道当然是有的 可是我觉得它泥梅味道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重 相对的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风味 像是葡萄干啊 巧克力的风味 并没有被泥梅味给盖掉 它整体而言呢 是一支非常有层次的泥梅卫士忌 那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非常喜欢这支酒款 不过呢 呃 这支通常原价好像要到2000多块钱 那其实是已经有点超乎 鲁蛋浦银的一个界限 鲁蛋一般浦银的话大概就是 最多最多1500再加个两三百块 就是我的极限 那2000多块钱真的是有点硬 那是因为刚好这支是有瑕疵的 所以买的时候比较便宜一些些 那刚好会落在鲁蛋的预算以内 所以才有机会拍到这一支啦 那所以呢论CP值的话我觉得这支波膜18年 它有一定的CP值在绝对是有的 只是说呢 它的听价真的是比较超乎我所认知的一些 浦银的价格 那如果今天看的朋友们 你的手头是比较宽裕的 或者说你浦银的预算是比较高的 又或者是说今天你想要庆祝一下对自己好一点 比如说发年终啊发薪水啊想要 慰劳一下自己想要买稍微 超出自己预算一点点的就换 我觉得这支的话是还不错的就换 不过啦当然啦如果你是对于泥梅有那种 极度厌恶或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支一样哦 那就不用考虑了 你就要一样去回到本岛地区一些 无泥梅风味的威士忌 我觉得你可能选择那边会比较OK一点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鲁蛋 对于这支波膜18年单一麦威士忌的评论 那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点赞以及分享 想看更多的话欢迎到频道里面逛逛 想看到第一手影片记得一定要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 如果他不定舍着好IG以及粉丝专业更新我的状态 随便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未成年去孕妇千万不要硬救 那今天就这样咯我们下次见 拜拜